浊西乡南安地区有三个布农族部落 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种植水稻为生 部落里妈妈们习惯在住家附近的地上 种植经常吃的作物特别是豆类 在布农族的饮食文化当中 豆类是非常重要的营养来源 1 2 3 这个是兔子的 兔子很明显 我们现在的这个吃饭点区 在二月中旬开始在做 大家应该有看到 坑坑洞洞 因为我们是做友善的农业 所以我们在布施任何的化肥跟荣耀之下 预防动物的这种灾难 所以我们就没有做仿制 所以我们才会 所以现在我们有兔子 山猪的困扰 还有那个环景之子的困扰 现在呢还有班猪的困扰 现在甚至搞不好 现在有会有 未来还有三马雀吧 这雀科型来做 所以里面所有的这些被拔阻的 基本上都是被兔子 三度来讲它是会把它给拱掉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生态 我觉得我们蛮可爱的 我们就这样只让它去继续下去吧 农民很乐观的看着南安第一座 杂粮生产示范里面的动物脚印 以及被咬掉的豆类的牙 一点都不生气还感到很开心 原来就是南安部落农友 种植友善有机农作的理念 就是与大自然以及动物和谐共处 像兔子啊鸟啊 它们也会采那个吃那个 它们的弄疼 它们会咬 咬断了 咬断就没有办法生了 四半田就是 我们也把 我们再不预防这些 这些妨害 这些 这些所谓的 会把产量吃掉的部分 也把我们动物的 吃掉的部分也裂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就可以做 做比较 如果说如果你有做仿制的话 这个基本的 基本的这个产量的 对比就差很多 所以我们只是 用它最原始的 产量的 这个对比来 来做分析 如果我们就连 连被吃的 这种 这种量都放进去 所以我们就 不会去做仿制 今年二月中旬 南岸拥有 在这一块田区 分成三个部分 来种植 杂粮类 也就是布农族的 传统作物豆类 第一区是人工种植的豆类 第二区是 机械式的种植 第三区是市场上 接受度较高的黄豆 那也会想说 导入这些机械化的部分 为什么要想导入机械化 也是想要考虑几个事情 第一个是说 怎么样减少人工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部落老龄化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农村缺工的问题很严重 所以导入机械化 这个事情是 可能是必要的 不然 等老人家凋零了 像我们这边在场 有很多自身的长辈 迪娜打骂 他们很勤劳 他们每天 一早五点多 就出门开始工作 我们年轻人 我们年轻人是跟不上他们 永远只有跟上他们 看他们的车尾灯 所以机械化的导入 可能是对年轻一辈的来说 是要去承接农业 承接农田 可能比较可以做到的事情 其实对南安的农友们来说 除了想要持续种植 传统豆类之外 更重要的是 农友们近几年来 面临到了稻米产量过剩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为了要因应现在的整个 农业环境的冲击 对稻米的过剩 而能够轮坐在 在我们原住民的田区里面 希望为了 我们是要因应未来 对于我们原住民的农业的冲击 我们先坐在南安的地方 先坐这个示范田 是不是能够 在稻米的部分可以做轮坐 种杂粮 不但有玉米 豆子 有分黄豆跟黑豆 黑豆一分 做酱油的黑豆 就是说农民现在你种得很好 但是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也在评估是说 未来是不是南安的田区 有可能是会转成像水汉轮坐的形式 因为以前南安的这块田区 它本来也是有汉座 掺杂在里头的 早期在民国 这大概七十几年八十几年代的时候 这边也是有汉田的 那我们也在想是说 怎么是水汉轮坐 让这个水稻生产的销售压力不会那么大 这样子 然后引入杂粮的栽培以后 也可以让农民的收入可以更好一点 透过不停的种植以及分享交换 让豆豆的生产延续不断 慈心以及布农族人选出南安水稻田间的一块汉田 作为保种田 为布农族独特的植物保种建立示范店 让一些亮手的品种不致在消失 并且也期待未来能够水汉轮坐 这个是我们以前老人家 祖先这样留下来的豆豆 到现在 很多外面的人说 这个豆豆怎么 很特别 没有看过 没有吃过 结果有的时候我们煮了 他们吃了 哇真的不简单 很好吃 这个原住民煮下来的 但是我们也吃过 蛮好吃的 评估说看看我们这边是不是 透过机械化 减低人工 然后低成本的机械 降低大家的生产成本 然后评估 不管未来的传统豆 或者是说市场上面 比较经常在食用的这个黄豆 那在我们南安这边 未来要转做 有一个经济规模的一个可行性 卓西湘的南安地区有三个布农族部落 这里的居住民主要种植水稻维生 蒂娜说 种植豆类 不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 还有田间的小动物 和整个的生态环境 透过这个试探田区 实际保留了这些传统作物 来延续布农族的传统文化 记者高商商 卓西湘 采访报道